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另一半和我一起看完电影彩蛋 我有点不太懂 进电影院之前 是不是就知道这个电影有彩蛋 或者没有彩蛋 很多APP上面会有一个标注 但是要自己专门去查 李恒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喜欢看电影彩蛋的原因是什么 对呀 因为我觉得电影彩蛋也是电影的一部分 然后我觉得把电影彩蛋看完 也是一件算一件比较有仪式感的事情 好 谢谢 来 季洋洋 男嘉宾你好 是这样子的 我以前是没有注意过那种电影彩蛋吗 那我想问一下 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电影彩蛋 可以安利一下 或许以后我都会看电影彩蛋 就前段时间上映的一个电影 叫《保你平安》 就是他的电影彩蛋是男主给一个小女孩 买了一瓶可乐 然后呢 其实他是至今男主大鹏的一个好朋友 叫潇洒哥 赵英俊 因为他生前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喝可乐 然后呢 这部戏剧本刚出来的时候 然后他也非常支持大鹏 叫他快点去拍 然后我觉得这让我比较印象深刻 这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吧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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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S 聊 对 以后 感谢观看